各位同學,我們繼續學習道家與中國文化專題 上次講到老子見素婆婆、笑思寡慾的見解 她認為君主應該放棄聖志、仁義、考利 讓人民可以保持樸素的天性,減少慾望 這樣才可以自然地治理好國家 這就是無謂而治了 那你同不同意她的看法呢? 老子對於自覺確實有獨特的見解 亦都表現出很高的智慧 她主張無謂而治 要求所有人都去除了人為的追求 回到自然、純真的狀態 如果所有人都具有這種無謂的心境 信應著自然的天性來生活 不計較名利、得失、不追求富貴、權勢 社會上確實是會沒有紛爭 人亦都可以得到自由、享受精神的滿足 但是我們要明白,道家這種理想是有代價的 首先,人如果放棄一切的追求 那就會令社會的文明停留在比較落後的階段 我們可以用抱怨灌攜中的老人家來做例子 老人拒絕子貢的建議 反對用高來灌溉原地 因為高是會助長人們大量生產的慾望 就會令人不斷地追求利益 形成了基心 有了基心 人就會失去常真、自然的心境 變得重視利益和得失 就會引致紛爭 所以老人寧願用較落後和辛苦的方法 來灌溉原地 這則故事反映了道家主張人們過著較落後的物質生活 他們所期待的是精神的滿足 但是人是有積極向上改善生活的要求的 例如我們希望自己的道德有更高的修養 亦都希望獲得豐富的知識 來創造新發明,改善人類的生活 只要我們本著社會大眾謀求幸福的心態 這種追求對人類的發展仍然是有價值的 另外,道家主張人們順應自己的天性來做事 固然是得到很大的自由 但同時亦都變成了放縱 令到社會的秩序容易受到破壞 我們試過一個例子 父母如果給子女很大的自由 對他們不加管束,任由他們發展 那子女確實是可以得到很大的自由 順著自己的興趣、喜好來生活 但子女不一定都會順利地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方向 甚至會無所適從,感到迷惘 有些子女可能會濫用了自由 形成了放任,只顧一時的安樂 而不知道如何計劃自己的將來 由這個例子看來 父母是有需要對子女的行為加以適當的指引和輔導 才能夠令他們不會出現偏差 父母如果對子女提出適當有效的指導 就必須要有一定的知識 所以知識對人是有很大的用途的 如果要像道家那樣放棄對知識的追求 我們又如何可以做好教育下一代的工作呢 所以道家這種無謂而至的主張 是很難徹底地實行的 我們不妨吸收道家見素婆婆 笑思寡慾的見解 在追求進步的同時 用來提醒自己 不要因為過度的追求而迷失了天性 更加不要因為追求過度的物質生活 而破壞了自然環境 這也是道家思想給我們的啟示 讓我們做兩題練習吧 看看答案 我要尋找到日子 在送在玻璃避 我會這樣說 請你們 你的蟻类